好那這是這一次的一個辯論 當然這個現在還沒有投票 那麼中間還有很多的變數 我們再來觀察 但是呢 大家都想要知道的是 到底怎麼影響我們的投資 趕快有請永明哥 我們來看現在大家要做兩手準備 因為之前看到民調就五五波 所以我就到底誰出現 然後我要怎麼樣做我的投資調整 有人這樣說 他說呢 大家做的準備還有一個 這個叫我要做空長期的美債 因為他們覺得說 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可能又要開始大發債 所以大家要開始做空 然後但是大家又覺得害怕 所以那個恐懼指數 VIX的波動又開始有了呀 所以到底是誰當選 對金融市場的一個投資人來講 會比較好 我個人是認為第一個 川普如果當選的話 不管是對股市 對經濟都是不利的 但現在問題就變得很吊詭 就是說大家是因為經濟不好 通膨的關係 而不支持拜登 而支持川普 可是你擺明的 我們華爾街的人也好 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其實都知道 如果說川普上來的話 其實真的整體對經濟不好 那為什麼你還要投他 可是川普當年是把美股推向高峰 但是各位要記得 當年的狀況跟現在不一樣 第一個經過了一個疫情之後 整個通膨起來 所以這一次成也通膨 敗也通膨 就是說第一個 川普上來的話 對通膨一定是加 一定是增加的 因為他又關稅又來了 對 但是現在的人民他看不到這麼多 所以我必須要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說美國非常大 華爾街不代表整體的美國 真正能夠投川普票的人 搞不好是在美中那一區 那那一區的人關心的議題 很可能才是整體的 普羅大眾的美國在關心的議題 所以回頭來講的話 如果說今天假設拜登 最後能夠逆襲勝的話 當然對股市的變數比較少 因為馬照跑舞照跳 就是維持原來的一個方向 你頂多就是說 現在有一些擁擠交易 比如說AI的過熱 或者是什麼資金集中在 比如說大型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尖牙股這一塊的話 很可能他們暫時之間會有退燒 但是不會有一些 不會去改變主流的方向 那個方向趨勢是繼續的 對 但是如果說 今天假設是川普上來的話 如果如今天這個 所謂的守戰型中戰 剛剛教授所說的話 全球的金融市場股市的變數很大 很可能就會有所謂灰犀牛的世界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我們先來講拜登的部分 這個就是維持在現有的基礎之下 在做的一個事情 好 這就是如果拜登當選的話 如果以拜登的邏輯來講的話 現在他大概基本上 還是維持了通波 慢慢的緩步往這個 所謂的2% 這個CPI的一個增幅 往2%來走 但事實上的話 因為現在基期都墊高 我覺得他們也不會 真的是堅持2% 大概是維持在3%左右 那這樣快對股市來講 是一個非常健康的 金髮女郎的經濟 對 就是失業率相對不高 但是經濟有時候盪 但是所謂軟著陸而不是硬著陸 那大家基本上都有飯吃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今年年初一直統計 比如說美股統計到6月25 台股統計到6月26 各位可以發現 肺磅漲了3成 台股大概漲了2成8 那台股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跟著肺磅走 比如說NVIDIA跟台積電 這個大概就吃掉 我們指數很大的一塊漲幅 那剩下來各位可以去看 裡面納斯達克18% 因為這裡面有蘋果 有特斯拉表現比較沒那麼好 但是他們的比重也很高 然後另外的話 標普14% 道琼其實基本上最少 這個就是原先的一個架構 那如果我們回歸到 台股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說現在比如說 到了23,400點那一段 那個是怎麼出來的 第一個我當初在射算的時候 就把台積電的1,000 連發科的1,500 宏達的這個 廣達的300跟鴻海的200 如果我們套公式進去的話 會算出一個叫23,200點 那當然你把其他的股票加進去 就會有類似這樣 那現在唯一沒有達標的 只有台積電 台積電還沒有到1,000 其他我剛剛念到的數字都到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有一點點 是相對比較是滿足點 短線的滿足點 那如果過熱之後的壓回 基本上應該是月線 如同上次所說的 就是以月線降溫之後 那回到了月線的話 大概就是半個月到一個月之內 會再創新高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走法 股市不可能永遠只漲不跌 但是如果是川普的話 各位就要特別小心 他有三個主要跟股市的議題 第一個的話 他是全面性的減稅 可是各位要知道 美國哪來的錢可以減稅 對不對 你沒有錢 所以你勢必要去發展 而且如果川普上去的話 第一個總統是你 然後共和黨在參議院又領先 就是掌握 對 所以你總格一條邊下來的話 你勢必會把舉債上限給提高 那你把舉債上限給提高的話 美債就不值錢 美債就不值錢 那除非你發短債 可是大家對長期的債信來講 一定是看不好 所以為什麼可以做空長債 類似這樣子 那回頭來講 現在我們國內有非常非常多的 投資人在押注 因為降息之後債券要反彈 對 所以那一批錢怎麼辦 怎麼辦 這個才是最大的金融灰犀牛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調高進口關稅 美國人明明覺得 拜登會造成通膨 對 可是如果你川普上去的話 你就明明的要調高關稅 那你所有的進口物價就上來 好 我們先來講 減稅一定會造成美金的下來 因為美國的債信的一個問題 美金就下 美金下來的之後 進口的成本就墊高 那你又提高了進口關稅之後 你不是就墊更高 那它那個通膨又要繼續往上 你通膨一定更高 所以美國人想不到這件事 它基本上它就是 你看到眼前的通膨高 它沒有想到我選你之後 通膨會更高 很多人說那你不會 你就少了一些綠色通膨的概念 對 就是不需要去課碳稅等等 但是那些跟進口關稅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進口關稅不可以小看 第三的話就是干預費的降息 他之前當總統的時候就一直這樣 對 好 那大家就在想 那我干預降息的話 是不是就把所謂的利率壓下來 值利率壓下來 那通膨會再起 所以一消一漲之間 錢會往哪裡跑 不會往債跑 它會跑去黃金 黃金 因為你美債不值錢了 所以你就跑去黃金 要抗通膨 所以黃金來到了所謂的 100日線的時候 就變成是一個長時間的好買點 那台股如果碰到川普 聲勢越來越強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月線可以解決 那個就是季線的問題 對 所以 那當然季線還算健康 因為從高到低的話 季線大概就是回漲10% 這個也算是一個 合理的一個健康修正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從後面的一個狀況 可以看到金融市場 最大的一個部分 會心有應該是來自於 債券基金這麼龐大的金額 到時候撤出 會不會造成了 你說美元下來 日元反彈 然後借日元去放空的人 那是不是又產生了 國際之間很大的金融動盪 所以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現在開始有點準備 對不對 如果你看到越接近選舉 然後川普看起來 好像要當選的時候 拜託你手上的東西 趕快調整一下 要調整 因為現在我覺得 大家除了手中 有很多的台積電 然後台積電都沒有出市以外 另外一個大家在等的東西 其實就是美債 大家一大堆債 美債趴了很多的錢 所以債怎麼辦 你趕快教大家 換去黃金 對 我會建議這樣子 慢慢的去測 就認虧吧 換去黃金 因為這個部分 債現在賠率很低 所以賠率很低 就是全世界人都看好 那一般來講 我們全世界看好 賠率很低的東西 常常容易翻盤 當然台積電例外 因為台積電是有很強的 就透懂沒事 對 但是我覺得 後面的民調看起來不可 他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不是很樂觀 對 好 非常謝謝有民哥 我們再會請 這個節目當中 持續請有民哥來教大家 怎麼樣調整 那當然現在還沒有選嗎 你現在就放在心上 那到時候你想好 到底要怎麼個調整法 如果真的要認虧的話 就心一狠 趕快換去更有機會的地方 給大家做參考